几个万岁美丽 江霖的产品 美丽的产品 沙山是成型的是在一二年年初 但实际上从我开始拍是05年开始拍的 这个最后成为一件作品 跨度还挺长 《沙山的秘密》只是一篇文章 然后看不见远方实际上就是我 就像别人去社交 就因为我在厦门我很闲 我没什么事 但是通常没事的 有人会喜欢去找朋友聊天 有人去谈恋爱 我就是拿着相机去四处转 自己的那种情绪 当然会很直接地反映到你看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段时间的作品 是有那种压 因为我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出不来 这就是我为什么 我做完这批作品以后 我离开厦门 我选择到杭州 我觉得我需要到一个更开阔的地方去 那个巷口我记得 它看上去是一个很狭窄的空间 是两条线 然后最后有一个很狭窄 但是我拍了两个人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都是那种非常自信的 那个环境是很逼着的 但是它的那种姿态都是非常从容的 那我看到的就是那个狭窄的空间的背后的东西 就是你说的那种绝处丰盛 刘安欢明的那种感觉 《大静物》就是在我快离开厦门 大概是08年到09年这一年的时间的作品 我觉得是来源于一种观看的距离吧 就是我们通常在界定一个镜物跟一个风景之间 镜物好像就大概我的感觉大概是3米以内 然后风景我觉得可能就是5到10米以外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中间有一个试点 就是中国传统写艺化的那种试点 就是它这个距离 我觉得它不是镜物它也不是风景之间的 如果你看那个元代和清代的一些花鸟花 你就会发现它的构图是处于风景跟镜物之间的 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大概我觉得是3米到7米 它不是镜物 我们中国把它叫花鸟花 所以看那些作品你可以看到 它不是很近 它也不远 就是在不远不近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取这个名字 我就叫大镜物 所以我觉得大镜物我在观察荒诞感 我觉得就是来源于 它既跟现实的生活很紧密的连结 它处于中间的阶段 我觉得这就是我想按快门的原因 流伤它来源于就是中国传统的取水流伤的故事 流伤就是一个漂流的酒杯 它的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你坐在水边 这个水杯放在水里飘 飘到谁的面前 你就要起来唱歌或写一首诗 但是它这里面有一个奇缘 谁也不知道它会飘去哪里 所以这个漂流物就是身不由己 谁知道它会飘到哪里去 岸上的这些东西它们来自哪里 然后它们飘的那个过程都经历了什么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会有这样的想象 所以我觉得跟那种水波主流有关系的 所有的遗忘之海是人站在海外面看东西的 然后另外展厅我画的水墨是人进入大海的 所以叫海中有海 一开始他们想把所有的video都放在暗厅里的 然后我觉得总共七件作品加上流伤的内容 在里面要待一个半小时都看完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观众在那里太久了 然后我就把两个扶在海面上的 就是赤船跟十九秤年华把它拿出来 把它当作一件平面的作品来展出 所以它就停留在那个画之间 而且你感觉它就是一幅画 其实我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用一个带水的那种名字 巨黄是在水底的 就是沉默的过程 就是一本书往下沉 一只小鸟往下沉 一架飞机往下沉的那个过程 我就是在想象 其中三本博士在他的那个海岸线里面 他有一段话 他说他拍那个海岸线的原因是 他想寻找就是第一个人类从森林里走出来 或者是他从海里走出来 就是他第一眼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景象 跟我们现在就是隔了几百万年 看到的那个景象是一致的 他觉得陆地上已经没有了 只有那个海平面是保留了 就是一个现代的 一个原始人 他们在视觉上是一致的 所以他拍了海岸线 对我来说 我是在拍一个更久远的 就是人没有人以前的这个世界的样子 对我来说 就是一致的 就是一致的 所以我来说 你不能再担心 我来说 你不要担心 你不担心 我来说 你不要担心 我来说 你不要担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